雅各说 你们敬拜适逢我们荣耀的主 那么你们就不应当用外貌待人 因为你敬拜的主 不是用荣耀来迎娶你的信心 不是用尊贵来吸引你做他的侍从 不用他的金钱来诱惑你跟随他 你的主是用释迦的受难受苦受死 来感动你看出他是谁 你就不可用外貌待人 你明白这个智慧吗 每一堂的道理 每一次的讲解 如果真正进到你生命里面 你就会脱离那永输平凡的生活 你脱离那个八股的现象界的基督教 而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用智慧 用树林的本质 与神一人交往的圣徒 你们对他说坐在高位上 为什么有钱人进到礼拜场 我们会特别招待他 特别喜欢他 好像教会多几个有钱人 礼拜场就改建得更漂亮 好像教会多几个有钱人 传道人就可以多加薪 那样的 好像教会多几个有钱人 那我们的教会在社会上的地位 就跟尊贵一样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 因钱而定位 因物质而定价 因为钱财物质的影响 而定人的尊贵 这是很可怕 前几天我在我的教会里面讲 有三件事你做了一定处 第一 无论做什么你是为钱 你一定做错事 第二 你为什么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你自己 你一定常常会做错事 第三 无论做什么只讨人的喜悦 你一定会做错事 如果我们做的是为神 我们做的不是为己 我们做的不是为物质 我们做的不是为了 讨人的喜悦 那你就很容易不受利诱 不受威胁 不怕人的慧郁 你可以很正义的 做出你应当做的事情来 神一定愿难你 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如此 众先知们是如此 众圣徒们是如此 寻道者都是如此活 如此死 为什么有钱的人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是不是如果一个有社会地位 有财富 无边的人做我们会有 我们的教会就比较尊贵一点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教会已经有 基督做主已经是最荣耀了 还要再加上这些吗 我不是说有钱的人来你把他赶走 他照样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 你要一视同人有教无类 有信无类 有救无类 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来看待 不是我们需要他的钱财来优待他 那这样的教会不可能不蒙上帝 很多的教会失败 为什么在教里面听不见上帝的声音 听见人的声音 在教里面听不见上帝的声音 听见钱的声音 所以有钱的人的声音大一点 没有钱的人的声音没有人听 但是还有一些穷人更厉害 因为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过分了 交往过正 所以他说你看 这些人有钱 讲我这么大声 有一次有一个穷人 大大批评有钱人 教会里面 这些有钱人讲我这么大声 我说你没有钱都这么大声 但你有钱要比他大声几倍 所以你不能坦负有钱人 圣经说你也不可坦负穷人 我们常常以为 如果单单坦负穷人 我们就走在正义中间 这就是今天整个社会 政治界里面最大的失败 有许多的穷人 因为他懒斗贫穷 却因为别人在他旁边 比他富有 他就认为是因为 他们的富有实在贫穷 所以穷人就凭着他穷 就讲话大声一点 专批评有钱人 这也是另外一次 对另外一个基础